好,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二滴饼 一样,是第二个零件图,也就是990302 这个齿轮减速机的二滴饼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许同学来替各位学弟妹示范 将他上课所学的,然后呢,来做示范 希望鼓舞一下,比较后面的同学 好好努力啊,像这个学长一样,能够这么熟练 那现在他正在开启中,所以正在载入,在这过程中 那这个许学长,也不是特别聪明的那种学生 都是一步一脚印,慢慢跟着老师学,就慢慢起来的 所以每个人都是可以像他一样的哈 好,那这个已经开启了,他就学到home 这边,开始将目前的试图设定设定好 然后呢,他来到原点这边先开始从XZ平面这边开始进行绘制 那先选择圆,同学,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哈 就是,就看着他做,如果跟不上没有关系随时暂停回去做 回去看他怎么做,你可以看到这个学长一开始哈 他做的就是先画两个圆,把他们圆的尺直径把它设定好 然后呢,再将他们的圆形距离设定好是52.5 这个在你们的题目卷上都有 然后他画两条直线进行约束 所以,就是一开始要先画这个外轮廓了 然后他进行修剪 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就是先做零件1 零件1 你可以看到零件1 这个就是这个磁轮减速机的整个本体 然后他再进行挤出 挤出之后,他就进行一个波壳 把波壳的厚度设定为5 然后他来到另外一面 来进行画圆的动作 那就看到,你就要看到另外一面 也就是图纸的左侧视图去那边选择适当的 然后挤出,然后去量曲 量曲,因为这个地方 好,看他的这个 长度是多少 好,算一下 58-39 好,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圆柱 接下来他在这个地方,再画另外一个圆 38.5 好,再继续画 另外一个突出来的圆柱 突出是多少呢? 突出是50-39 好,那这样我们来到另一面 另一面呢,它直接在这里进行挖孔的一个动作 好,那挖孔至中止距离 看一下孔领是多少 30 孔的深度 10 11 算一下 111 11-1 套用 看起来就完成了 等一下 它回去孔那边进行编辑特征 好,钻尖这里要全许平的 好 也就是孔静 好像需要再做一些修盛 好像找到一些问题点了 好 孔静应该是25 孔生 好,要把题目看清楚 选择第二种 第二种阶级孔 25 1 1的 深度是1 接下来再看一下 整个的孔的深度是8 所以是25 1 8 12 2 这个8呢 它是随意打的 重点是 能够穿过去了 自己去定 现在它在下方 继续放置第二个孔 它也是一个阶级孔 它把它设定 设为 大孔静为40 深度是17-2 再来总的深度是17 那是一个专间是一个平的 再来看它的孔静是多少 因为它是整个穿过去 那个17也不是真的去量出来 只要穿过去就可以了 35 好,确定 再确认一下 好 接下来它来到 另一个平面 好 接下来也是要画槽 我选择槽 好 好 好 用拆去槽的画法 好 好,最后来做 进行 约束 让它进行垂直约束 还有平行 还有平行 相等 相等 好 现在它开始来定尺寸了 由于半径是6 R6 所以它把一个设定是6 水平约束 回复一下 做一些标注 看一下上方到上方的孔的中心 距离是多少 42 各位同学 就看着 这位 学长 怎么去设定 42加 8 42 就是 XY 也就是我们设变 设变X 我们抓X1 也就是R42 那这个叫做 正齿轮减速装置 正齿轮它就是 什么叫减速 它就是利用高转速 然后把它转变成 低转速 因此呢 它转局 就会变大 是一种正齿轮减速装置 好 现在来进行 投影 起合 图形 做了一个分割 一个一个点选 一个一个点选 去 重新做 确定一下 约束 好 然后它 针对 分割完后 每一个 突起的部分 进行挤出 挤出的距离是多少呢 同学你们就要去 来到组合图这边 量取 看一下它的厚度是多少 厚度是7 好 F键 开始进行倒圆角 好 按角抓实 来针对这几个 酸螺丝的地方 来进行倒圆角 确定 好 R是10 接下来 来 来放置 孔 专间 形式 没问题 选择 螺纹孔 螺纹孔的类型 选对了 Isometric Profile 再看一下 由于题目是 所有六个 都是M6 所以大家要选择6 所以称好16 开始来针对这几个 位置 点选 要放置在圆心上面 所以你就点那个圆的轮廓 自动就会把它放在圆心的地方 打上六个M6的螺纹孔 好 好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面 来进行 如果你看题目 左上角跟右下角 有比较大的一个突起的位置 有一个突起的一个部分 我们开始来绘制那一部分 因为我们要抓相对的位置 还有距离 所以这位学长先把这个线 先把它连起来 要抓这个位置 题目上你可以看到 上面方是x加8 所以它就是先去标它的尺寸 用快捷键D 先抓出它的角度是30度 再用D去定它的尺寸 看一下题目的要求是x加8 所以是42加8 就是你的色变值x1加8 这样我们就决定了第一个 接下来用投影机的图形 我们再一样 要画它的外面的切线轮廓 同样的我们进行一些约束 然后用x来进行修剪 再标称它的尺寸 一样是快捷键D 标注它之间的角度是x30度 在标称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变形 这时候你就稍微做一些修正 调整 好,下方的速度也把它定出来 来 然后再来量取 到底它的圆是直径是多少 量取的是16 好,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把那里改成虚线了 画完了上方 我们来按F8 来看一下 定出它的角度是30度 还有它的圆心距是x加16 所以42加16是58 投影机和图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一样画两个直线 进行外轮廓的一个绘制 它同样的因为它们是相切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约束 就仿造刚才上方的做法 就仿造刚才上方的做法 由于整个是30度 所以除以2就是15度 然后进行x的修剪 把外面的多出来的部分把它修剪掉 好,现在我们按shift键 把多余的地方把它变成虚线 1 好,来进行起初 距离是7 好,一样 这样我们就完成上面的一个 好,接下来到该平面 我们做F7的剖面 抓到投影几何图形 进行画圆 好,我们把圆画出来了 目的就是要在那边进行挤出 现在我们要量曲 距离是2 所以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是2 这个看左侧视图又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们再进行放置圆孔 圆孔的深度 没关系,抓9也可以 重点是它的孔径是9 钻尖是平的 下方也是把孔放置在圆形的位置 好,现在我们要F4来做一个浏览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接下来到XY平面 至平面偏移 偏移多少呢 偏移52.5 也就是两个孔径的距离 圆形 圆形距 我们赶快来量曲另一段的距离 这样才能算出我们的偏移 五色电文物价 好,我们抓到了上方的一个平面 我们打算要在上方打一个柱油孔 同学,你们可以看到 由于零件1的本体上方 在设计图上有一个柱油孔 那柱油孔呢 它本身会搭配一个零件15 也就是柱油螺酸 所以你把柱油螺酸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注入润滑油 那润滑油的目的 就是要让里面两个正齿轮运转 可以更为顺畅 所以它把柱油孔的中心 先把它决定好17 一样 到下一个确定 就会凸起 这样就制造出一个圆柱体 然后在上方放置圆孔 这应该是一个柱油孔 所以我们要看柱油孔的称号 是M6 确定 好 打完了螺纹孔之后 也就是上方的柱油孔之后 我们看看 学长 现在要带领各位 进行哪一部分 接下来他先进行倒角 倒角 倒角是倒1 也就是他把里面这几个 圆孔的地方 把该倒上的倒角先倒上去 然后倒一个1乘上45度角 接下来再倒圆角 倒圆角他选取的R是3 再转到另外一面 把也是R3的都把它看到的地方 能够先倒的都倒一倒 好 这里也是R3 这里也是R5 这里也是R5 好 再看看F 倒圆子 倒圆角 倒1 倒1 这个地方也是倒一个圆角 是1 好 那为什么是1呢 因为在我们的设计图上 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位标注之圆角都是R1 位标注之去角都是1乘上45度 好 这个地方是10 赶快R10 顺便倒一下圆角 好 看到什么 就赶快先做什么 好 这就是这个学长的策略 免得你等一下回去又忘记 所以这位学长在进行回转检视的过程 看到什么 就赶快把它做上去 那同学你可以看 我们这个在做的过程中 你也要顺便了解它的这个机构 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看到它上方的正齿轮比较小 下方的正齿轮比较大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由于它是一个高速转成低速 所以操作的时候 操作的时候 它就会从零件7输入动力 也就是上方 它是它的主动轴 然后呢 透过上方的零件3 主动齿轮 跟下方的零件4 被动齿轮 涅合 也就是从上面的主动齿轮3 跟被动齿轮4 涅合带动 那当然下面的比较大 所以进而转速就会变慢了 要了解它的机构的运作的方式 Ctrl S 我们现在来进行储存 你可以储存 这个是零件1 一般有些它就会打 302 01 它可以储存在 左面吗 好 一般是把它储存在桌面 储存 是否要继续储存 不存在 存在301的资料夹里面 要不要建一个302好了 状案 会有问题 对 干脆就好 那就我们就存在301好了 然后把专案统一放在一个地方 免得将来开启会有问题 好 现在我们已经储存了 好 现在我们已经储存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由于题目 要求我们要 画 零件2 跟零件7 我们看看 这位许学长 决定要先从哪一个来做 零件1完成了 你就 我们就要来 做零件2或零件7 所以 你要选择做零件2 好 那我们就从零件2开始 零件2的要求呢 是需要用1比1的比例 把零件2的前视图 加回右侧视图 上去 所以它就开启新的一个零件图 建立新元件名称 叫做30202 你可以看到 它开启了一个组合 它直接在那个组合上 来进行投影几何图形 一 擠出 擠出另一边 擠出的距离 它抓是5 5 然后再来放置孔 孔 深抓8 孔 进抓7 然后进行孔的位置放置 那零件2呢 各位同学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盖子 如果从左侧视图来看 盖子就是在零件1的右方 把它盖起来密合 进行投影几何图形 把轮廓 抓出来放圆 圆的直径50 这时候来进行挤出 挤出 挤出的深度要算一下 用20-5 也就是15 5 我们在上方才进行投影几何图形 抓到圆形 来绘制它的圆 圆的孔径 上方的孔径是 13-18.5 那挤出的距离是多少 17-5是12 好 挤出完毕之后 我们来到另外一面 进行绘制 那学者是用的是直接来挖孔 我们来挖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孔 选择它的孔径 大孔径是30 大孔径的深度是10 再来选择整个的深度是13 小孔径是25 进行套用 接下来我们来到下方 再来放置另外一个孔 这个孔就比较简单了 不用用阶级孔直接进行穿越 20孔的深度是20-17 孔径选取35 然后呢 它再进行 修改成40 上面 再挖另外一个孔 是12和40 42 1.95 套用 好 那咱看看 检查一下 H 它这里重新再修正一下 40 40 17-12 再减1.95 好 减完了 反复的确认一下 看看 好 来到那个平面上来看投影几额图形 画园 画园 四个地方的画园 把周围的画园 你可以看好它题目这边是有一点凸起的哈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几个外形上进行挤出 几出 几出 17-5 这里要稍微修正 应该是6-5 凸起为1 来进行倒角 倒角是多少呢 是1 应该是没错 好 来进行看得到的地方 来做一些倒角 再来进行倒圆角 倒圆角的半径 R36 太大了 要赶快修正一下 应该是R3才对 套用 这边是R5 重来一次 R5 这里是R1 R1 R1 把外围这个地方都把它倒上R1的圆角 在哪里还要倒一下 我再看一下 好 我返回 返回之后 我们把它另存新档 另存一个 302,01,02 全部解释,確定 所以這個檔要01,02放在一起的 然後再建立另外一個 新的一個 零件 將目前試圖設定好之後 一樣 來到YZ平面 我們來進行建立草圖的繪製 那我們剛才已經把零件2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零件7的繪製 零件7 學長的策略是利用 畫圓擠出 從左邊 來進行繪製 往右邊畫 左邊是一個M6的 螺 螺穩住 這個繼續往右邊擠出 擠出 高度是1.5 就慢慢的從左邊 慢慢的從左邊 擠出 那接下來由於是一個有傾斜角度的一個 桿件 就不方便用圓 畫圓再去擠出了 我們決定 用先畫側面 的輪廓 再進行 迴轉 旋轉 但是這個追度 追度要先把它確認一下 這個追度 的題目 上面有提供相關資訊 稍微要看一下 算一下 這裡是10 翻譯是10 迴轉 針對中心軸 軸心 回轉 回完之後 我們來再繼續 長出 畫圓 至今是10 再進行 擠出 擠出的距離是多少呢 是 105 減掉 12 減20 減8 減38 好 再來 畫圓 又留另一個圓柱 這 5是15 寄出是8 好 接下來 再畫另一個圓 5是 10 10 漲出 38 38 好 看起來現在目前大致的輪廓 做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自平面 偏移 偏移10-5 偏移5的 地方 我們要畫 劍草 我們先進行 F7 剖面 現在要決定劍草的一個位置 10 在這個題目上 我們可以看到劍草的左側 跟 他旁邊的 這個 遠處的部分 距離是3 所以我們要先畫一個條線 決定他的距離出來 劍草呢 他本身的 長度是14 我們也是一樣 畫另外一條線 跟他 相切的約束 標註他的尺寸為14 這樣我們就決定 劍草的長度是14了 接下來劍草 那個圓 的 尺寸 你也把它決定好 然後我們進行挖除的動作 挖除 1.5 1.8 多一點點 好 接下來來進行挖紋 先從左邊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M6 沒問題 好 馬上做個倒角 0.5 進行這邊 羅文桿 的一個倒角 距離1 距離1 右邊 也做一個倒角 距離1 還有哪邊要順便倒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一個來免得漏掉 好 這邊要倒一個 R是多少的一個圓角 應該是0.5 再一一巡視過來 好 存檔 30207 建立新檔案 好 看起來我們都還蠻順利的 我們來開始 繪製圖紙 定義新的 圖框 參數 水平垂直 改為0 左邊 留下25 中心標記 取消 按確定 完成草圖 把草圖的名稱 圖框 設 儲存好名稱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繪製 矩形 也就是所謂我們的 標題欄 標題欄 如果你常常畫 你大概就會知道 他的規定呢 是150 然後8888 在相關的位置 把它畫上 線條 30 20 20 15 整個是150 接下來這邊的高度 都是888 有些線呢 他的粗細 我要去慶值 修改 一圖層 改成 0.18 圖桃标停 把儲存好 522 522 然後插入 管理形式 編輯器 把相關的設定 把設定好 我們從單位 我們從單位開始來看 漁舌標準 圖式 偏式圖 偏好 第三角 法 減號 來到標註 把它改成句點 精確度把它設定為0 不管是線形 或是角度 都把它改成句號 還有來顯示 它的延伸 這裏設定是2118 還有設定 它的公差文字 選擇該選的 選項 還有形態 來到租基和引線 你也把相關的東西也順便 設定好 然後儲存 再來來到特徵控制框這邊 這邊有什麼要順便設定的 我們來巡視一下 來看一下的集合特性 把下午的打勾 有 原偏轉度 還有總偏轉度 這兩個也把它打勾 回到預設 對照單位 看一下下 沒問題 我們來到填充線 來到塗層 塗層這邊 做設定 中心標記 改成一點鏈線 點長鏈線 再來 中心線 也把它 改成點長 相關的粗細 都把它改成 0.18 参考 改成 改成 兩點 雙點長蓄線 除細改成0.18 從頭 往上 11 看看有沒有什麼會用到的 折斷線 改成0.18 載不可見 改成0.18 載不可見 改成0.18 黑 把它改成0.18 把它改成5 儲存 再來 試圖 注解 大小 改成5 儲存 完成 放置 試圖 基準 我們 選擇來放 30201 比例 1比1 1比1 看下題目要求 是不是1比1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到 題目要求 你要放什麼 放一個 前視圖 還有一個 左側視圖 好 好 我們放好了 接下來 來進行一個 剖面 由於有局部把它轉正 所以我們把它進行剖面 剖面圖把放在過來上方 不需要 移到外面 雙擊 顯示選項 取消選取 好 移到一個位置 好 我們先來畫 中心線 放置上去 這些孔的 中心線 也順便放 剪立 剪立 拉一下 讓他們的中心線都連到一起 哈 這兩個中心線 也把他放上去 編輯一下 與邊對齊 這樣就可以 可以 可以 沒關係 繪字 自己來繪製 啊 will you 好 好 繪製的線 讓這兩線 剛好約束 下方我们也一样 绘制 纸线 通过下方孔的圆心 垂直约束 发生重合约束的现象 删除再重新做一次 完成了 这支线我们要把它变成中心线 好 调整一下它中心线的长度 完成草图 快捷键D 标注尺寸 来看看这个图有需要标哪些 一个一个来 形式 这几个把它的可见性关掉 出图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 可见性 一个一个把它关掉 上方这边也不需要 可见性把它关掉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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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几边 可见性也把它关掉 好 放置上去标相关的 上方的R32 30 这里是R37 标一下 OK OK R42 也放上去 这是我们的X1 再来两 圆心距 也标上去 还有什么地方 好 上方有一个30度 选好啊 好 30度成功 还有什么 从上往下 有一个R10的导演角 来 我也把它放上去 再往下寻 有一个R6 还有一个R10 R6的 少一个R 但因为有六个 上面写6乘上R6 是6乘上M6 还是6乘R6 这样可以标吗 可以这样标 对啊 可以这样标6乘R6 可以啊 好 R10 也顺便算 好 这个同学 看看有几个R10的导演角 12个乘上R10 好 这里是这个螺纹孔 选择标上去 前面也加上6乘上 自己打 因为他可能会出现Fy 所以我们就自己打6乘上M6 高度这边 题目上有52.5 但是因为有放公差 我们就把它的精确度 到小数点两位 选择偏差上限0.05正的 下面是0 一个一个一个循 下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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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试图删掉 A就不见了 试图删掉 几次编辑器 来到图层 把3D草图结合图形 这边 哪一个是刚才的线 剖面线 0.18 把它细时线 完成储存编辑 把它变成细时线 把它变成细时线 这角度是30 还有一个R50 R45也把它放上去 开始绘制草图 画一部分圆弧 向前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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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把它剪掉 修剪掉 不够的 让它延伸 多的修剪掉 线 中间的距离是6 R1 让它们四个都相等 让它们四个都相等 好 一次来修改它们的出息 再来标注 再来标注 把中心线把它放置上去 把中心线把它放置上去 把中心线 把中心线调整一下大小 把中心线调整一下大小 D 标注 一下 上方是M6 还有 还有什么 这里的 厚度 7 把它标注上去 39 39 也标上去 50 和圆孔 的孔径 是30 不过它有公差 我们就去 净确度和公差 这边来设定它的 上限和下限 下面是负的 下面是负的 前面加一个Phi 孔的深度也顺便标一下 孔劲是 孔劲是 Five 25 等一下 这也是Five 12 11 44 44 也有公差 这也要配合 所以我们把上限 下限 正 上限是正 下限是0 把 空差 放上去 一个一个来 同学 再标 都先把 同样的都先标 不要说 看 看到那个 表面是GoF 就 东标一下 西标一下 不用 先把相关 重要的尺寸 一次标完 最后再来标 表面之GoF 一个一个来 这里是要标一个R5 标个R3 标一个R3 厚度是5 厚度是5 把它放上去 1 7 2 2 3 3 这里是 发音是40 一樣有偏差偏差是下偏差是負的 字前面加個phi 尺寸表一下是phi38 好,整個的厚度56,58 有什麼 好像 哪邊怪怪的 早期输入52.5加42 儲存一下 差不多了 接下来放表面直购符号 这是RA12.5 拉到适当的位置 同学大概这里放这个表面直购符号 大概你们大概都可以依序放上去 雪凤你要画放这两个 其他的大概同学都会做 放这个 几盒 对 几盒公差 放两个给 来特征 这里要小心 要选择箭头的正下方 这样投出来的线才会是直的 符号这里选择 垂直度 再强调一次 在选的时候要选那个箭头那边 不要选到线 因为快要下课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抓几个重点 给各位示范 这里选择垂直度 还有它的公差是0.01 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后面怎么放这个A 你怎么放 这里要点选 基准这里要把它点选上去 就会出现A 好 放一个这个好了 对 这个 所以我们 好 现在我们再做一次 这个 几盒公差 好 我们现在来放这个基准面 就选取上方 这个基准面 选取它是A 好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大概 你们出的第一张图就是大致像这样 这其他的好像这个打字我们就省略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 是不是还要再出 2 2 看一下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5 0.01 0.02 0.01 2.01 0.00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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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在这边 放置零件2比例选取1比1 然后进行剖面 放置这个中心线 这边大概应该也是大同小异 唯一可能各位同学要注意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要再加画 对不对 那我们就这个地方 我们请这个同学 马上这个地方要画一个乐上去 也就是你必须要去那边绘制草图 再画补上直线 还有两段圆弧 然后做相切的约束 我们现在请许同学示范这一块 因为现在已经下课了 我们就示范一下重点 其他同学你们就自己大同小异 这边一样多的把它进行修剪 少的进行延伸 这样把这个乐再画上去 一样也是要把它的位置尺寸标好 好 那老师稍微看了一下这里 所以大概没有什么特别 要强调的应该是各位还好啦 几额公差或者是这些垂直度 增频度这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学长也在做这个线条的一个粗细的修改 好 那这边我们就先进行存档 好 我们来出一下第三张图 也就是中间的这个阶级桿 好 你先存档 好 接下来我们一样开启一个新图纸 我们来放刚才零件7 这个阶级桿 它要求比例比较特殊一点点 是2比1 所以你们在放置的时候 要这里要记得要修改2比1 然后你就一样 选取放置的一个试图 那一般呢 你一样是在这个地方把该放的中心线放上去 该标的尺寸标上去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可以重要的先大概可以讲 这个好 来 有一个地方是CNS5060F1 0.2那个地方 好 所以你要在这边补上两条线 好 线的距离 我们把它抓1 好 然后那边会有进行一个特殊的处理 所以就拉出一条引线 然后打上CNS5060 那那个引线 它是没有箭头的 它是尾端是一个小圆点 好 你把它要 等一下好 记得要把它修改成小圆点 然后放置在那一个矩形区块的中间 好 所以同学 这个地方 你要修改一下它的箭头的形式 改成小点 好 然后这边再加入顶点 因为有两个地方都有 所以你把它进行拉置 好 好 一样修改它的箭头的形式 改成小点 确认 那大概其他都 有没有什么特殊要强调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题目上 是不是有一个Y 这就是它的设变 设变 它这里有写是1比10 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不能写Y 你要写1比10 来我们现在稍微请一下 这个许同学 来示范一下 由于在刷阶级杆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 也就是箭槽的位置 进行一个局部的剖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进行剖面视图的放置 好 好 我们产生了之后 显示选项 你不要的把它 不要勾选 不要的部分 你把它选取 把可见性关起来 然后这边 一样就是把相关的线把它画出来 像这个学长在这边留下一小段 好 这边就留下一个2 然后在这边标注它的 那这边一样 它是放置它的偏差是1.8 一样上偏差是0.1 大概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好 来 老师跟你说 这边大概 这里 那这里大概可以省略 这个 这个堂学会做 这边就是放 右下角有放那个边缘形态 这个就是自己去画垂直 去画线段 应该就是大同小异了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302 的一个出图 那希望同学你们按照这个学长的示范 自己回家多加练习 好 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谢谢